今天蛇师曼出席活动时被大家评评成赞演技好,蛇师曼也说自己很高兴大家能喜欢演戏攻略,回顾当时拍演戏攻略的情景。 他表示,去年拍戏时很热,大家都很辛苦,但结果取得现在这样的好成绩,大家也很开心,被问及拍戏时是否遇到困难。 蛇师表示主要是语言上的障碍,用普通话去演戏,特别是有70级的电视剧就毕竟难,开始的时候也尝试用普通话对白。 但后来发现因为主动对白慧苦是自己本身的演技发挥,所以就放弃了。 此前,演戏攻略的监制正在微博上宣布会拍演戏攻略2,蛇师曼还没有收到相关消息,不过他表示如果有的话,希望能接眼参与。 有记者提问第二部,会不会提高片酬,爱舌惊讶的他表示还加,呵呵,蛇师曼的这一回答,真的情商挺高的。 记者问的这种问题,毕竟不太好回答,所以只能用一问句还表示自己并没有想加片酬,不会因为一部剧火了就想着第二部提高片酬。 但是,如果制片方觉得该给自己提高片酬,自己也不会拒绝,不得不说情商确实高,也难怪之前被问如果生活中情宫中,能活到第几级。 他的回答是,能活到最后,别人诠释的反面角色会被骂,他不但没被骂还说演技好,这不但是因为他对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理解。 他诠释的这个角色,让大家理解他的每一部做法,而且还有自己多年付出的努力以及磨练的演技的原因。 谢谢。